来崔总您介绍一下这是什么鸽子 这里就是 我家里面的汉斯的 回血叔叔配侄女 他爸爸年龄也大 他爸爸是 08年 他妈妈也是08年 这么年 这两个鸽子 等于说因为咱引进回来的时候 因为年龄太大了 尤其是他的妈妈 引进回来是我17年 拿回来 拿回来以后 我就 因为他妈妈本身 就是 汉斯家 用最好的鸽子 就他们家里的冠军一号 跟朋友家里面最好的猛鸽子 作与直接 就留的鸽子 尾号是个441 441那只鸽子 做过布罗瓦国家赛的冠军 铜窝是一个熊 朋友拿回去以后 他也做出 布罗瓦国家赛的冠军 做出两个冠军 对 就是铜窝一窝都做出 布罗瓦国家赛冠军 他妈拿回来 因为这个鸽子年龄大了 都不敢保存的 所以我就觉得拿回来 只要能生蛋 就好了 拿回来以后 他只生一颗蛋 他妈只生一颗蛋 就直接 出的 他妈是脏灰 他爸是一点 08年的鸽子 直接做出来的鸽子 我是直接刘总的 这鸽子当年拿回来 也是神奇小鸟563直接的福气 就当年拿回来 直接就作狱了 他是18年 18年的职业 作狱出的 对 我也是在做实验 你知道吗 所以立马就成效了 他现在就是咱家的当家总成之一 他现在的后代到第五代 家族已经到第五代了 对 就是作狱非常多的层 就龚鹏现在特别都 这个已经是他的第四代 中文艺双冠中文冠军 是四代的 四代的 所以说是 因为想这只鸽子 他为啥没飞一 他妈年龄太大了 成一个是一个 所以当时有人问我 说是这个所谓的黄金配对 我说他爸跟他妈 当我发现的时候 因为拿回来鸽子已经晚了 所以他也是我唯一没有飞过的 童母异父 还有一只雌鸽 那只雌鸽是17年 都拿回来 就像做就成一个 尾范三个八 那只鸽子也做过好几个前脚鸽子 他的子孙附带都 也就发挥好 他现在父母都不在 他现在 他的作狱 能力也相当厉害 下一步我就准备回去 他只有绑餐 很强 真好 他只要做好几个人 他在一起 绑餐